特别注意,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如果它是大瓜糊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这边有提到,大瓜糊就用Jason Lowe 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的 算是固定规定 如果是假设有一些Jason 档,它又很特别 它外面是中瓜糊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这个方法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是大瓜糊 所以我们用这一串 然后呢,怎么样把资料漏进来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当然是直接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 第一段的话就是用下载部分 下载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在 我云端白板上面找到那个 参考的部分在哪里?在这里 其实我要按照步骤,第一步 第一个的话是下载 下载的话呢,就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7页 17页这边总共的话有1、2、3行 其实就是input一个什么呢?request跟justing 然后呢,get里面就是这一串 这个语法,这一串实际上也是从 pn2.5,那个网站上面直接贴上get 把网址给它 那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先抓出来 那我先把它秀一下 如果直接这一串的话,直接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print出来的结果 那就会是我们刚刚在网页上面看到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它就长一个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就是可以把它直接print出来 那只是说呢,如果我今天要抓的是什么? 我要抓的资料是 我刚刚借由这个 Jackson Edit Online这个分析的结果 它是个大瓜糊 所以它的key,大瓜糊里面有个key key的话呢,就是名称叫做racus 它的value的话,后面就是有个篡列,有没有? 这边是东瓜糊 那里面的话,放了77个字典 因为里面又是大瓜糊 那如果我要一层,有点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把资料 最终是把这个字典里面的value 后面的资料把它截取出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第一步的话一样 因为它外面是一个大瓜糊 所以我用什么?用一个Jackson.rose 可以把这一个html里面的相关的文字把它截取出来 那就变成一个字典的一个变数 所以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就 那字典这个dictionary 里面有个方法很重要,叫.get 那.get的话就是说呢 你可以告诉他说我要什么样的key,哪一个key 比如说我要的key是什么名称呢? 刚刚有看到这边的key名称叫recus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recus 直接填到这个get里面 这个时候他就抓到recus里面的77个item 就是77个资料 那7个资料里面实际上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recus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中瓜糊,所以它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在这个串列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它是串列 所以我要把这77个串列 这个串列里面有77个字典 这个是一个串列 里面的话呢,就有很... 字典的话就是大瓜糊 那我要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那抓出来之后呢,我要抓...前面的key 我不要 我要抓到value OK,所以我要...抓的方法我跟各位讲一下 抓的方法就是说,我把它全部for eye in range 这个指的是整个范围,从0到77嘛 所以呢,for eye in range 从0到它整个串列的长度停下来 所以0一直跑,总共应该78个 所以跑到77就停下来 OK 然后呢,我抓什么呢? 我抓里面的 里面的.value 这个.value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说呢,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里面前面是keys 这个key,后面是value 所以我在抓后面的资料 那先抓第一个 所以抓到一定是大乘 逗点 章话 逗点 5 然后一直一个一个 就分别帮我怎么样 把资料抓过来 那跟各位讲 你讲说,老师为什么前面多加一个list 瓜糊 因为这个.value 抓到的 这个串列形态 是字典的串列形态 对不对 跟串列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要把它转型 转成串列的标准形态 我一定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把它print了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就是 Ricus里面的 类似像这样 从大臣 大臣有没有 彰化 然后他的数值 什么时间 他的单位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一直到基隆吧 我记得好像 这个应该是基隆 每一个都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串列 那我刚刚有提到 这个历史如果不加 会变怎么样 刚刚不是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 所以我特别再讲一下 这个list 如果你不加的话 我把它print了出来 你会发现 它输出的结果 它会变成前面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DICT 底线 values 意思就是说 它虽然也是一种串列的形态 那这个串列形态是字典的串列形态 那如果你将来要 拿它 就是用串列的方式处理的话 很抱歉不行 所以怎么样 就是在外面在包一个转换成为list 这样OK的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所以你基本上 如果可以转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之后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变成Pandas 存成一键 所以下一个阶段 有没有 所以 各位想想看 怎么样再把这个资料 存成一键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这一段程式 各位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 稍微找一下 云端白板的话 基本上会是在第17页 第17页 print这个前面 我是有把它加个紧 你们应该把它删掉 第17页这边 下载在这里 然后呢 解析的话 特别知道解析可能要在右边这边 这一段 我刚刚第二段在这里 所以其实它分两段 第一段在这里 第二段在这里 我是怕各位找不到 第17页 那 上面其实有图 所以你们也可以稍微 左右稍微比对一下 什么情况下 会用Jason Loss 关键的地方 特别注意 它这个地方 外面是一个大瓜布 就用Jason Loss 那get 这个key的话指的是这个 这边这个 OK 有点像填空 以后你在那个 Jason的 这个edit online 上面看到什么 你就是 有点像把他资料填过去 你就可以抓到你要的东西 我觉得像相对会简单很多 不然的话以前 用那个旧的方式 哇 你光看那个 这个Jason的档案格式 慢慢找 真的太累了 虽然即便是很资深的工程师 虽然也还 但是还很累 所以后来发现 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去找到的 网络 我在想说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编辑器 可以让你看Jason简单一些些 果真真的有 所以这个我就找到这东西 另外 主要也是因为之前同学光看到Jason 那个 因为之前没有讲那个genedit 同学都不能接受 光看那些东西 整个看到都想吐了 OK 更不要说 把后面的程式写出来 但后来看到genedit 发现就简单很多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再来就是转换成那个串列 也就是说其实 最后实际上就是把Jason 你要的那个p 里面的那个串列 里面的字典 一个一个把它解析出来 然后那个字典里面呢 又有p跟value 我们只要它的value 然后再转换成 我们需要的串列形态 OK 所以这个可能再自己再试一下